在關心嗎 澎哥的創辦人賈博士貴心 再來很多青春 過去都在扣著澎哥的頂端在行進 九月份又對著澎哥 又賺過一筆 現在賈博士貴心 專家人委 第一次一代影響應該不大 不過澎哥現在是推出九十九戶 美金比較少的手機 所以未來指定的介紹的戰爭 可能更激烈 台灣青春都是以代工設計為主 立孫又押進行進行進行更困難 澎哥創辦人賈博士貴心 再來澎哥頂端共用綜合 採取的股價企業都有 分析出現為賈博士是澎哥的年份人物 甚至還有賈博士議價考驗 翁先生後這個考驗消息 第二代影響應該報端 等級還需要時間關採 九月大陣他是有這個賈博士貢獻在 那賈博士現在過世之後 那未來的一個產品的開發 當然還是要繼續走下去 但是是不是維持以往的一個 這個賈博士再次的一個創新跟衝進 我想需要一點時間做觀察 再來學者認為賈博士翁先生進行 就有些事情發生出來 第一次來澎哥公司運作 應變不成問題 在澎哥創新的優勢也還在 有了兩年來 要不然對手可以改變他的地位 不過再來澎哥共用 抽象都是台港 立孫已經吃飽 在iPhone4s拍出九十九美金 未受到以後 未來介紹會比到更加劇烈 所以大致上就是說這個產業 短期來講不會受衝擊 但是在這個毛利方面 恐怕會變得更辛苦 專家認為在飛行手機產業 在電體發展已經不夠結束 的一波就是萊生的競爭 對老闆提博物混沌技術的運用 甚至靠台口手機到客廳 還是其他家電的精革 萊生博物是目前臺灣秋秋最快樂的部分 建議選業加金速度專業 只能行刺利孫的競爭 創造股腳大相機 繼續贏入五角布台北部